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人工智能的话题 最近视频生成模型SORA的出现持续引发热议 目前飞快进步的人工智能正在加速赋能到各行各业 在这样的背景下近日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人工智能专题推进会 提出中央企业要主动拥抱人工智能带来的深刻变革 在人工智能领域央企的优势在哪里 又该怎样紧紧抓住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机遇 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呢 一起来看 本周一国资委召开了一个AI赋能产业换新 中央企业人工智能专题推进会 提出中央企业要把加快发展 新一代人工智能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不断强化创新策略 应用示范和人才聚集 着力打造人工智能产业集群 发挥需求规模大 产业配套权 应用场景多的优势 带头抢抓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 加快构建数据驱动 人机协同 跨界融合 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态势 会议还强调 中央企业要把发展人工智能 放在全局工作中统筹谋划 深入推进产业换新 加快布局和发展智能产业 要夯实发展基础底座 把主要资源集中投入到最需要 最有优势的领域 加快建设一批智能算力中心 进一步深化开放合作 更好发挥跨央企协同创新平台作用 开展AI加专项行动 强化需求牵引 加快重点行业赋能 构建一批产业多模态优质数据集 打造从基础设施 算法工具 智能平台到解决方案的 大模型赋能产业生态 此次会议参会的十家中央企业 还签订了倡议书 表示将主动向社会开放 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数据显示 截至2023年年底 我国已累计发布 200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 其中有20多个大模型产品 获批向公众提供服务 事实上 尽管起步较晚 但近年来中国在算力 芯片和5G等新型基础设施领域的发展 已经呈现快速增长和持续创新的趋势 也为人工智能的大规模计算和数据处理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2022年 中国再用数据中心机架总规模 超过650万标准机架 有超过30个城市正在建设 或提出建设制算中心 算力总规模已经居全球第二 另外一组值得关注的数据 来自中国信通院最新发布的 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3年 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超过50万亿元 总量稳居世界第二 占GDP比重超40% 从2013年到2023年 全球AI专利申请量累计达到129万件 全球AI专利授权量累计超过51万件 其中中国AI专利申请量占全球64% 位列世界第一 去年7月华为云盘古气象大模型 正式上线欧洲中期天气预报官网 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大模型破解气象领域难题的能力 世界银行估计改进天气预报和早期预警系统 每年不仅可带来价值1620亿美元的收益 还可以挽救约两万三千人的生命 人工智能应用向纵深演进 在这一科技新赛道 我国已处在世界第一梯队 此次国务院国资委召开的中央企业 人工智能专题推进会强调 要把主要资源集中投入到最需要最有优势的领域 都将投入到哪些领域呢 来看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周成雄的解读 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很广 应用范围很广 它相关的场面也很长 技术涉及到技术能力也很多 那么从我们目前来说 相对来说我们并没有全方位的有优势 我们只能说在某些局部 在我们最急需的 运用最广泛的一些领域 集中资源来取得优势 比如说我们现在急需的 因为我们是制造业大国 那么我们要变成制造业强国 我们必须在人工智能方面 应用方面要技术上要取得领先优势 才能保持我们的制造业优势 还有比如说农业领域 我们也是个农业大国 那么要保持我们的农产品安全 那么提高农产品的效率 那么人工智能的应用 也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 这些就是我们急需的 感谢观看